如果我用第二題的算法 你覺得算不算得出一樣的答案 第一小題有沒有辦法用第二題的算法 要不會喔 你不要說 每一題都只可以用一種寫法 每一題都可以無空有無 我們看一下第一小題 這一段是5 它全部其實就是8 這裡就是6 它全部就是多少 8 8你也好 6加X4 所以左邊的上面 上面比全部 上面比全部 會等於右邊的 上面比全部 可以喔 但當然啊 第一小題 如果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你會這樣寫還是這樣寫 你應該是用下例的寫法 因為 這個地方不單純的嘛 它是每一個是要拿一個加6 假麻煩的喔 我現在只是在示範給你看 其實每一個方法都可以用 那我算算看中間 乘起來是多少 86 48 外面乘起來 5乘過來 我們用30 加5X 把30丟過去 剩下18 18再除以5 所以答案是5分之18 一樣 OK 這一邊是剛同學上台來講的題目 參考一下看有沒有問題 那先講到這邊 先給你一分